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一級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 香港今日新增113宗確診個案 105宗是本地個案 當中63宗是源頭不明 創下單日確診個案最高紀錄 下則消息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今天公佈考慮最新的疫情進展 尤其是近期個案都涉及不戴口罩活動 認為需要採取更嚴厲的措施 在公共交通工具轉乘處及總站 以及任何室內公眾地方都要強制戴口罩 措施將於明天生效 為期14日直到8月5日 下一則消息 立場新聞報導說 黃之鋒的銀行戶口收到書商五位數的版稅 因為匯豐打電話問這筆錢的來歷 將它報道成國安法衍生出來的白色恐怖 前特首梁振英先生評論到 我家公司的另一間銀行所開立的戶口 亦都收過銀行類似的電話查詢 查詢的亦都是一些五位數的交易 再者 我家人在開這些新戶口的時候 手續都會比較多 這個是全世界的銀行 在全世界任何地方 對政治人物和相關的人士的要求 如果黃之鋒真的認為匯豐銀行這種做法 是針對他的白色恐怖 那就請他馬上去美資銀行試試開立戶口 我肯定相信美資銀行的審查 不會被匯豐銀行寬鬆 黃之鋒為了抹黑香港 殘害香港 無所不用其極 下一則消息 和大家看看 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先生 今天下午三點發帖說 根據胡錫進先生剛剛得到的消息 美國政府悍然要求中國在72小時之內 關閉駐休斯頓總領事館 這個是一個瘋狂的行為 休斯頓總領事館是中國在美國開的第一個總領事館 美國不單要求關閉它 而且只是給中國三天的撤離時間 這個完全是喪心病狂的表現 看來華盛頓已經毫無底線了 這一屆的美國政府真是甚麼都做得出 幾個小時後 胡錫進先生再評論說到 他在互聯網上看到一種說法 說到因為大量的美國內交官 需要回到中國 而因為疫情的原因 遭到中方拒絕 美方就採取了關閉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的報復措施 但是根據胡錫進先生的了解 這個完全是虛假消息 是有人在大節奏 為了美方這些瘋狂行為 在找理由 想將這些罪過推過來中國的頭上 散播這種假消息的人 真是掩蓋了中國人應有的良心 而權威人士亦告訴胡錫進先生 中國沒有阻止美國外交官正常回回中國 對他們怎樣回到駐華領事館工作 雙方是有協議的 而且亦都順利執行 美國駐華各領事館都處於美方 根據疫情的形勢 希望保持的狀態 包括美國駐武漢總領事館 中國亦都沒有對他的運轉設置任何障礙 美國關閉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 根本沒有拿得上台面的正當理由 美國國務院剛剛就發布消息說 這樣做是為了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 和美國人的私人信息 這一種爐純不對馬嘴的說法 唯一表達出的就是華盛頓的無恥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今天下午就在此譴責美方做法的同事 表示如果美方不撤銷決定 中方必將採取措施堅決應對 胡錫進先生也相信 無論中國政府將會如何回應 另一個國家的人民都將給予堅決的支持 再緊接著 由香港媒體報導 中國駐美國休斯頓領事館 昨天有人在建築物入面的範圍之內 焚燒文件 應該是焚燒一些機密文件 也有英國媒體引述消息 說中方現在是考慮關閉美國駐武漢總領事館 來作出反制的 大家都看到整個新聞的整理 大概知道過來龍去脈 一開始還有人去為美國製造理由 散播謠言出來 意圖帶風向 之後美國自己出來的那些更荒謬 幾乎可以說是保護知識產權和封領事館 簡單說就是九不八八 他自己也作不到一個好理由出來 但是我甚至乎也想再說一件 他這樣封領事館 本身這個行為幾乎是完全是選人不利己的 他利己些什麼呢 大家要想 怎樣攻擊華為等等的事情 他是有他的利益 他背後是有利益的 但是這樣封中國領事館 幾乎看不到利益的 其實單方向我現在就是挑釁你 不是挑釁 我就是來搞你 已經攻擊你了 已經是 中國領事館故自然原本說 跟美國交流之外 另一件事其實就是幫當地的中國居民 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尋求幫忙 這是一個作用 單向令到中國損失了 而且 大家也都看到了最後 領事館在焚燒 那些應該都真的是機密文件 而且 可以看得出 只有三天時間 是極度不公平 美國做這個行為 是完完全全 挑人加攻擊 何等無恥 但是我比較好奇搞笑的說一說 英國媒體就說 中國會考慮關武漢領事館 我當時就叮 武漢領事館呢 我不知道那裡的地位是怎樣 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很肯定 如果關閉香港領事館呢 我相信14億人都很開心 不是開玩笑 是得宅昆蟲不開心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自己覺得 如果最後能夠選中 是關閉香港領事館 那我真的拍攔手掌 不過當然 最後中央政府怎麼做 中央政府他們自己的考慮 我們絕對尊重 我只是說笑而已 這部分 好了 影片最後 和大家看看觀眾留言 第一位觀眾說 美國今天已經達到400萬人中招 按照美國的人口比率 佔有甚高 按照目前中招人數 是未停過的 而每次都是幾萬這樣上 Simon 你怎麼看呢 首先 他好像已經完全不止400萬人了 對吧 我有沒有記錯 不過不要緊 他絕對領先世界 都不用看那條數 都嚇死人了 先進度 我怎麼看呢 其實 近期看少了 因為 我覺得 我 很呼應 美國政府的做法 就是 他們幾乎是放棄治療的 那 直接說句 如果 長遠的想法 他們不是這一屆政府 可以怎樣做 他們這一屆政府 都不打算做什麼 要想一下 其實下一屆政府 可以做什麼 儘管下一屆政府 哪一個總統上台 他整個任期裡面 能不能夠解決疫情 對美國的影響呢 其實 現在所看 已經是不可能的 是說 下屆政府 整個任期都解決不了這個疫情 這個是我自己的理解 當然要符合現在的美國國情 因為他們其實自己的示威暴亂 已經是非常誇張 那 只不過 我為了要避那些紅黃標 所以 盡量不說美國那些事情 前一陣子中得很厲害 好了 那之後 下一位 的觀眾 那下一位觀眾呢 就說 咦 這些 面對 新型冠狀病毒的時候 做檢測快些 真的有幫助減輕傳播嗎 那一定有的 你可以快些知道 這些人 有沒有 中病毒 或者叫做 更多人 知道他有沒有中病毒 知道其中一件事 你想到了 譬如我肯定我是確診的 我附近的那些所謂密切接觸者 盡快檢查他 但是那些所謂密切接觸者 如果原來他是中招的 我便早點知道 早點可以知道 他做過什麼 和什麼人交流過 盡快去切斷這些傳播鏈 這個應該不用想 實有助減輕傳播的 是的 下一則的留言 我想統一回應一下 上一條影片 就講起 內地的醫護 可能會來香港 支援香港 這樣 先回應一個 比較短的問題 就說 內地的醫護在香港 是沒有職業資格的 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去到那個地步 就不會解決這些問題 就是特事特辦 簡單來說 例如 中國支援其他地方的那些醫生 固然他們可能不是 下手下腳做 但是他們過去發揮的那些作用 其實某程度上 他都不是當地的 有執業資格的醫生 或者是專家 他們就照樣安排去別的國家 人家就是要接受 因為他們國家已經受不了 所以他們都不相信 假設 大家要想一下 一兩個星期之後 大家要想一想 如果政府明天就公佈 我們的床位 現在是不夠睡的了 大家中了一招 在家裡 你自己想一下 全香港那個 直接說 恐慌指數飆升 我自己告訴你 所以是特事特辦 只能夠這樣說 之後就講起 有一些觀眾就會說 中央派人來 或者中國派醫護來幫香港 香港又會有什麼反應呢 會不會令到內地的醫護不開心 等等的事情 或者又去仇視他們等等的事情 就是核心意思 就是那些黃絲不值幫 我想整體上講講自己的看法 或者包括整個黑暴事件來看 就是 我都慢慢沉澱過 沉澱過自己的想法 就是 可能中央真的不會幫香港 不過 經歷過黑暴這個事件之後 中央可能接下來 真的不會幫香港 但是這一方面 最主要是講 例如 就好像會不會 是03年 沙士的時期 當時幫香港 搞這些自由行 自由行其實 掘起了什麼行業呢 有遊客 有外來的資金進來 帶起了的是 酒店 食物 零售 幾個行業 你可以說 有多有少 你說他們的 人均價值 人均收益低一點等等 但是這條絕對是一條大水喉 你自己想想黑暴這個事件 除了當時短暫的那段時間 開不了舖之後 但是其實香港整個結構 是改變了的 是事實來的 就是 大家想想 中央如果現在所謂說 開這個 所謂自由行 來幫香港 內地市民可能都不開心 有多少人 真的還特別喜歡去香港 短期之內 老實說不會 所以是不會去幫香港之餘 香港自己打爛了的這些經濟結構 如何去再做好它 或者已經做不回 如何轉型 就自己去想 因為這些是香港人自己打爛的 對不對 這些是黑暴自己打爛的 對不對 所以作為我們這種理性的人 才是終極受害者 對不對 所以我認同中央是有可能是這樣的 但是在疫情這一方面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 故之然 香港在2019年有一班極度惡劣態度 不正常的黑暴 做到很多不恥的行為 那麼 惡劣的行為 但是 香港始終是中國的 那麼如果去到是人道問題的話 那麼 我覺得一定是會幫香港去解決相應的問題 那麼 所以 經濟結構一方面 你們自己搞下去 是一回事 那麼 中央現在保證的 其實是什麼呢 國安法的一國的地位 一國兩制保持好 就是政治的制度 憲制的地位 大概是這樣意思吧 那麼 第二 其實是不是要搞公務員制度呢 就是搞好它呢 那些公務員 還有教育呢 其實都幾明確的 因為 現在搞宣誓那個影響有幾大呢 那麼 那麼短期內真的不知道 我們都不能夠期望中央是 啪一聲把很多事情 改變了 偏偏中央就不是這樣的 那麼 公務員制度其實看到是正在做的 教育那裡也是正在做的 因為 國安法是明言 是要在不同的一些位置 乃至去到 那種 就是坐牢的那些年輕人 都可以去 上 讀一下那些什麼 中國的某些歷史 或者某些法律的 地位 來源 這樣子 之前看到新聞 那這一方面其實都是教育 正在改變 所以 也都很多人說起 啊 媒體現在很瘋狂 但是可能中央處理著 這幾樣東西 媒體會不會是之後再處理 就不知道了 所以 其實真的短期內看不到 中央或者香港政府 會怎樣去移動這些 瘋狂散播假消息的媒體 所以大家有這個心理準備 其實看到香港警方 已經很熟練了 對著他們 那些 反擊假新聞的速度已經是越來越快 就是 有時候我已經是 看到 警方的 反擊假新聞 我才看到 哦 原來正在抹黑 那 是有效率的 但是沒有辦法 暫時就 格局似乎就是這樣 那 所以呢 歸根到底 我覺得 中央在疫情上 這一種是人道支援 而且 自己國家 在人道支援上 一定會做 所以 我是會覺得 不需要考慮 應不應該來 假設有個需要的話 就一定會來 好啦 整體上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 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